自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民众再一次掀起枪支管制的激烈政变 有人形容在美国买枪甚至比买狗还容易 美国有枪的人多 而死在枪下的人也不少 有统计显示 自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 至少已经有10万人死在枪口之下 而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当天 美国的全国范围内还发生了另外42起的枪击案 非常惊人 美国的参议员20号就投票表决 四项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 提成的枪支管控的提案 提案到底能不能获得通过 看报道 美国的控枪提案 总是在临门一角的时候碰得一笔子灰 20号美国参议院就四项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 提出的控枪提案投票表决 民主党议员提议对所有的枪支销售 进行背景调查 禁止有恐怖嫌疑的人士购买枪支 而共和党议员则提议 在有恐怖嫌疑的人士购买枪支时 执法部门第一时间要获得通知 并且拖延购买的时间 以及增加调查经费 但是四项提案都一一碰壁 无法达到60票的最低门槛 提案最终再次淪为 两党议员之间的口水账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除非两党能够消除分歧 不然奥巴马想要推行控枪法案 看来短期内都不可能实行 给女伽启似得很高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特别的 人事质恩